台积电有关的新闻 我们先提醒观众朋友 第一个是 他今天创下新的天价735 市值冲破了19兆 第二件事情提醒您 他在318要除袭 所以荣卷要被迫回捕 所以我们回到台积电的盘总走势 和日K线 我们先来看盘总走势 在今天震荡走高最高来到738 然后高档震荡 中场是收在730尾盘 有一波下杀 谁在杀 我们再来看他的日K线 那么从日K线的角度来看 一路往上走高 我们昨天特别谈到 很多工人朋友说 我等他押回再买 他就不押回 你看他稍微整理一下又上去 而且每次上去都跳空上去之后 整理一下又跳空上去 又上去了 所以真的还要再等吗 越等越新交 到底台积电能不能在此时此刻来追呢 请举牌 我们来看一下 看到放中间的越来越多 昨天都举圈 今天大家都放中间 我们来看 蔡总你是差还是放中间 是差 对 是差 好来我们来看 来来我还没有讲完 先不要放下来 所以我们来看到 有两票差三票放中间 所以今天没有圈 来蔡总先讲 好我想现在做多TSMC有两股最大的力量 我就以昨天的盘面来说的话 是外资 为什么外资一定要强补 转成交量8万张 外资 TSMC就买超 5万张 你看 几乎都是外资买的 外资为什么 8万张你的外资就买5万张 因为外资 尤其是这个被动型的基金 他的绩效 台股的权重 台股就占了30% 这个30%大涨的时候 你不追 不追的话 你的整个 你的操盘绩效 会被这个没办法比得上这个大盘 所以他有一些被动式基金 他不得不买 被迫 对 所以我们来看 他从1月中下旬以后 一路的 这里是外资的重码 一路做多 昨天大买 对不对 大买了5万张 不过那是外资在买的情况之下 八大航库到货给他 对 昨天这个八大航库的话 是卖超了1万多张 所以政府 所以我到底要跟着外资 跟着政府 其实我可以补充一下 现在还有一个做多力量 就是台股的ETF 这个是投信 说穿的是 我们去买的ETF 那他一定也会压TSMC 所以他也会追 但是假如自己散户拿钱 不是透过这个ETF的话 这个他是下车 现在 台积电 台积电的股东 已经从最高峰的将近150万人 降到昨天是106万人 减掉了40万人 也就是说 大家都认为台积电涨太多 卖掉就都后悔 对对对对 开始落胎为安 可是很多散户后悔 参户是自己进出的是在卖 但是反正是让投信界 顶着钢灰往前冲的 他去卖ETF 这个买盘是继续的 好来 昌星是放中间 为什么放中间 我觉得是这样子哦 看着台积电 但是你不一定去做 我觉得现在为什么这么多分析放中间 你知道这些投资人心情 我很想买又不敢买 叫我卖 我又舍不得 所以干脆大家都放中间 所以投资人也是放中间 你知道吗 但是投资人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说假设你买到台积电的股票 就像阿关讲的 你涨也不是跌了 不是涨 可能一涨跳空涨 涨5% 你就想煞車 因为七百多块嘛 5%就三十几块 我是不是要赶快卖 那假设 卖了明天 他又涨怎么办 我追追不回来 所以我觉得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刚才这个蔡文有讲到 第一个是外资在买 所以只要是外资强迫回补 那台积电的趋势是往上不变 可是投资朋友你要操作 我觉得操作的重点就是 台积电他不会只有涨自己 他会有其他的供应链 那这个如果你去买ETF的话 你就不会因为台积电大涨 我没有听过人家说 因为台积电大涨把ETF卖掉的 只有台积电大涨 那外资现在持股是创新高了 对 所以说变作说 他变是ETF你的资产里面的 基本持股 用这样的概念 你等于是资产配置的 所以不敢买台积电 干脆买ETF算 对这样的话 你比较hold得住 对你再hold得住 那一波拉上来的时候 台积电不动 对不对 其他动 ETF也会动 我是这样的概念 来听上次哥的看法 甚至哥刚刚是举中间 举中间 因为我是这样子 我不就两位专家分析 我身边所有人 现在就陷入两难 对啊 我就说就是那种心情啊 所有人都陷入两难 就是说 因为现在真的已经这样 卖也不是卖也不是 对不对 大家不是大财团或外资 所以这个两难当中 所有人都是很想买 都知道台积电 现在全球布局各方面来讲 应该会有更多的利多 应该有空手焦虑吧 如果我们有台积电人 应该会有台积电的空手焦虑吧 但本质还是资本焦虑 大家不是外资 能买的就这几张 但是现在已经这么高价了 所以涨一点 就像刚刚昌星讲 讲到那个心态 多一点点稍微涨 涨一天就很想卖 因为如果又想说 是不是还会再涨 那个期待值 跟自己本身的资本 其实不成正比的 真的蛮痛苦的 开评怎么办呢 我就不要讲说买周边买一天 我就讲台积电怎么做操作 台积电怎么操作 我跟大家讲 如果你手中有台积电六百八十以下的部位的人 六八零以下 那你在这边你可以很细腻的 就是做短 没关系 为什么 因为你万一做错了 你可以你的成本一摊 你还是赢家 听不懂 比如说七百三十五 跌个五块钱 你就想接 可以 重点是你六百八十以下 你有低檔部位的 我不要想说什么 你有六百 那没输贏 你要六百八以下 你就算是买低檔的人 就是你这时候买七百肚 你也不用怕 但是你要用金字塔行道 就是說你你譬如说你买不起一张的 你可以把它分成零股 兩百股一份 用五等份 譬如说七百 譬如说七百三五 跌到七百三 你买兩百股 跌到七百二十五 你买四百股 再下來买四百股 用这样的方式来摊 你就不会说我一张六十股 六十 因为台积电零股 现在程度要量很大 时间缩短 很好交易 比起其他都很好交易 可是你如果手中一张台积电零股 空手的空手怎么办 你现在已经丧失比赛資格 你只能说零股的時候 丧失比赛資格 我说实话 那你只能你只能去参加什么 参加第二轮的敗部复活 就是說如果台积电零股 第二轮的敗部复活吗 有 譬如台积电掌舵 譬如说晚上说一定 我告诉各位 我看三天之内必有大震盪 因为可能是因为棋职 那我跌到哪裡 我可以敗部复活 因为他就看起来 每次我期待他跌深一点 他都没有啊 一刀煞下来很明显的价差 譬如说突然间急跌到七百以下 你赶快就卡位 那你卡位就是 会到七百以下 对对对 那你说我觉得有机会 我觉得有机会 这个月有还有机会 我不是说这两天 别说不可能对不对 对 我不是 我这个月有机会 因为棋职结架 一定会有棋职症 做套利的动作 所以说你拿七百 你说手中有六百八十八 你可以买多一点 可是你说手中都空手 你当然是部位要更谨慎一点 你就用金字塔形往下买更多 好来 韦明呢 我觉得 韦明你刚才给差 对 我给差 因为我觉得上方空间不多嘛 这个台股 上方空间不多吗 你说台股要在这边 来 看一下美超委 我们给韦明看一下美超委 不能这样比 人生就是这样 说小一点 你叫美超委 美超委今年涨两倍 我不要讲 以前什么 这个个位数的时代 我就别讲那个时代 好吧 光我讲2022年就好 他从34块钱 然后到2023年 那时候也是在几十块钱的 对不对 好 来 你看 人家到1155 对啊 贫穷限制我们的想象 好吗 台积电以前也有在百元以下吧 所以我觉得台积电 他毕竟本质上面 我们的成长率跟美超委 还是有一点差距 所以我认为是短多应对 我们不是看空他 我们不是叫说 我们看坏台积电 而是呢 你有修正哦 你刚刚没有给差哦 对我给差是说 在这个地方追下 我们在这里都是问短线 短线上面的话 我们每天都在投票 短多应对 可是风险报酬 比大家还稍顧一下 有其他的股票 他可能空间会更大 是值得大家关注 好我们来谈谈台积电 台积电不只是台股的中流砥柱 也是日本股市的中流砥柱 我们来看一下 日股涨幅最强的七十股票 有四支跟台积电有关 凶奔场能不能帮助日本半导体 重返荣耀呢 大家有非常高的期待 是 所以我想绝对是功不可没 为什么给大家一个概念 就是说 日本是从服务业 然后接下来旅游 然后接下来就是制造业兴起 那制造业走什么 就要走财积电 所以现在的日经指数呢 我说真的 是一棒接着一棒 也就是第一棒 就是说开放疫情后 日股这种所谓的一个 所谓的服务业开始上升 我们长给巴菲特看好不好 对啊 让巴菲特说 你有效果吗 你当初跟我们买到的时候 说大堆什么政治地缘风险 有的没有的 但是巴菲特厉害是什么 他卖台积电 买日本五大商事 我知道 我知道 所以台积电 没有 跟你说得对 所以台积电的涨幅 就要大于日股嘛 对对对 那好 巴菲特有会 有会 有会 有没有机会 我觉得有 为什么 因为基本上台积电 现在就等一下 是他到哪里 哪个市场就开始拍拍手 开始起涨 所以看日均225 他怎样一棒接一棒 你看昨天美股 人家ADR也是涨的 是啊 也是涨啊 那但是我刚才二手取中 就我真的要讲一下 现在台积电的ADR 的溢价是1到15% 最高到20% 意思是说ADR他涨很多 回到台湾的正股会开高 那今天就开高震荡了嘛 所以台湾的台电的正股 涨不太动 ADR涨很多了 普通股涨不太动 应该说普通股的涨幅 没有像ADR 对 ADR其实现在是先行指标 那回到日本股上 我觉得其实现在的重点就是说 日本股市这一轮的上涨呢 我要跟大家讲 是一棒接一棒 那很多人都问 4万点到底是不是终点 还是只有是一个终继站 我先讲 这个4万点 目前现在看来应该叫终继站 为什么 因为日本还有一个 杀手键没有出来 就是什么 他还没有开始做升息的动作 很多人都说升息日股应该跌 不对 这是应该会相反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是先走 看左边这张图 先走非制造业 也就是非制造业 先收日元 你说UNIQLO这些 先收日元 丰田收日元 收一收之后 他现在外国生产是涨40% 但是不计入他的GDP 所以最近你看日本的新闻就说 日本的GDP下修 可是他的股票创新高 很简单嘛 我主要的收入来源都是在外国生产的嘛 那现在对于日本来说 他现在最后一个重调重点 你很多的时候都用过什么 国内的产品国内的化学原料 然后输出到国外去 然后让外国赚GDP 不行 我要拉回来在日本自己是什么 制造半岛 好我们来看 日本非制造业先行 再加上在外国生产的比重 已经提高到40%以上 但是没有进入日本GDP 所以他希望把制造业拉回来 我们来看红色这个曲线是日经创新高了 黄色这个部分是非制造业指数 而黑色这条线也是往上走高 这是在出口 但是出口相对落后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来看 在半导体的部分 为什么日本要拉回来自己做 因为一方面他自己机器很低 对 另外一方面都在海外做 没错嘛 因为半导体夜市占GDP非常大 中大一出口那个量都很大 所以他现在拉回到日本做 特别凶奔场是关键嘛 对 所以说其实这条土 大家看就知道 以前的日本是怎么样 我有很多先进的材料 但是我提供给你美国 我提供给你中国 我提供给你韩国 我提供材料之后 你们加工成半导体再输出 结果GDP多了人家家里嘛 所以现在反过来 要拉回来 好那这个拉回来之后 就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熊本场的带动会让什么 整个市场往上拉 所以这些的世界第一 大家可以看到 就什么 拉回来日本自己赚 我们来看这个是 这个是GK 不是日K 不是月K 是GK 我们看更中长线 东京卫类科创我们都知道 他是这次熊门厂的协力厂商 三个月涨了54% 迪恩市半导体三个月涨了59% 这些都跟台积电有关 爱德湾测试三个月涨了48% 我们来看每颗的电子三个月涨了119% 迪斯科电子三个月涨了51% 东京银化三个月涨了50% 我们没有让观众朋友看那些耳熟能想你所知道的什么Sony 什么东西我们为什么看这些 就表示说他这个力量已经扩散到甚至你不知道的这些周边的台积电们 对所以说其实我们一直在提到台湾的台积电供应链 我说老实话对于台湾来说就是产物无城市这一类 可是你再升一层就说假设我要看到这些原料的产品的提供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从显影机 然后光刻胶就是我们说的光主意 然后到什么清洗机光照通通都怎么样 都是日本在行的部分 而且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认识一下在日本的台积电们 来我们来认识一下东京威力科创他是做徒步显影机石科机的 在全球市占率 特别是在徒步显影机的部分占了92% 92%几乎是垄断市场 那么东京威力科创又做扩散炉 那么加总起来有80%的市占率 好我们来看迪斯科 你可能比较不熟 他是做切割机研磨机 全球市占70%到80% 我们来看迪恩市 他是做清洗机的 全球市占也超过65% 大日本印刷 土版印刷做的是光照 加总起来的全球市占也超过50% 包括其他的什么富士昭和电构 我们有列在上面 我们没有列在上面 但是其实你不要小看台积电到雄本 台积电到雄本也带动了鬼肉脏光 对 那这个肉脏光 我觉得就是日本现在要的 我说啦 日本为什么厉害 因为他们有匠心文化 这个匠心就说 我一件事就把它做好 比如说你说我们刚才看切割机 我们说迪斯科 这家迪斯科 他是做切割跟研磨 大家想说切割研磨好像没有什么 我先说老实话 你去看他的这个官网 他就写了 他的切割是一块一块一直切 然后这是什么 喷水 那大家说这个切割有什么厉害 现在的一个所谓的晶圆是怎么样 一块一块要切下来 那他家用水刀去切割之后 要精细度 所以他为了接到这个单子 我看到里面就写 他从我们一般的A4 A8一直切切切切切切 切到最后可能到A32 就毫米 所以他是一刀一刀用水刀去切 那切的过程中 因为现在很薄 你又不能破 所以这个迪斯科 他就怎么样 他运用这样的技术拿到台积电的单子 然后还做什么 晶圆的熊本熊 所以这个非常厉害 他把那个 他为了去 用晶圆打造熊本熊 对他为了显示他的技术 当然普通的 不会说全部都是熊本熊 他为了显示他的晶圆技术 他可以用10颗的方法 让他什么 让他晶圆的颜色 有点不同 那不同的状况下 他还可以再做切割 所以他等于是在什么 熊本厂用这样的技术力 告诉你怎么样 我今天迪斯科就可以有什么 全球80%的市占能力 那他之前是做什么 我说老实话 他之前是在做这种所谓的切割 这种所谓大核靠的军舰 从那个时候1937年来的 所以那军舰 这家公司也历史悠久 对 大概我想应该有70年左右 应该是80年左右 80到90年 那基本上他以前是什么 切割什么 切割那种炮弹 切割那种炮管 现在一直萎缩一直萎缩 缩到最后来切晶元 刚好就搭上这一波 我们看到有一家公司叫东京印花 他做什么呢 做光阻剂 不要小看光阻剂 台积电曾经在台湾出过光阻剂灾难事件 所以光阻剂其实很重要 那么这个部分呢 日本也是很领先 对所以刚才这个娟姐讲到的这些灾难 就是说新月化学当时候地震 一地震光阻剂说没有 就一没有就没有 你晶元就得了 就延迟出货 所以这时候拉回到日本 那这个东京印花他就说这样 因为你光阻剂 为什么日本可以拉到那么前面 那你说简单啊 那大家都要学 中国也要学啊 那美国也要学啊 可是不好意思 他说这个是很难去什么 很难去反什么反逆向工程 意思就是说什么叫光阻剂 我光阻剂是不要看到光嘛 所以整罐都关了对不对 如果你想要看里面的这个 所谓的成分是什么把它打开对不对 一打开整个就显影了就失败 所以说说其实他们在开发的过程中 不但在暗房里面开发 开发的过程对手买回去 也不好模仿 所以三代三代 所以说他们现在有 大概是领先对手六年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四代的一个部分 为什么因为你刚开发要好的时候 基本上他要往前去拉 所以我认为了像光阻剂呢 跟光科技一样 光科技是艾斯摩尔 光阻剂就是日本擅长的部分 好为什么日本给钱给的这么干脆 为什么日本在我们去熊本厂建厂的时候 全力support 就像刚刚昌星所说 日本要拼GDP啊 过去这些是日本的面粉 那你想是卖面粉多之前呢 还是卖面包之前 当然面包啊 那以前我都面粉出口 我能赚多少 现在我留在日本本土 把面粉变面包 透过台积电面粉变面包 那价值就高啦 所以我的GDP就成长了 那么还是要回到投资面 好来 那台湾呢 其实呢 你与其去买台积电 买七十几万 我先说老实话啦 你买ETF 比较容易hold得住 为什么 第一个单价低 第二个他的波动 其实相对比较小 我举个例子 现在最大市值的是台湾 元大台湾五十 一百四十八块 一百四十二它含金量百分之五十 也就是说你其实买台湾五十里面 有一把就是在买台积电啦 那其他的有什么 有联发科也有红海 所以你看哦 台积电一旦休息 联发科红海带起来 整个牌还会上 今年度台湾五十到现在涨九% 涨九% 所以说你说含金量高 那就是等于什么 你要靠拢压进 压住台积电多一些 但是下面这些呢 其实举例来说 中性关键报告体 今年涨多少 涨大概十二%左右 它的含金量多少 含金量只有20% 可是它的里面呢 它比较平均分散 所以现在我认为有一个重要 所以我到底是要买 含金量高的还是相对低的 一定要含金量 这个是确立的 但是含金量应该怎么看 含金量高的 基本上就是压台积电会大涨 含金量低的就是什么 台积电不涨的时候 它也会涨 我认为台积电 含金量不要太高 为什么 因为台积电涨到这个位阶 它算是贵了 所以你现在应该找 但是你又不能没有它 对不对 所以譬如说你的资产 它压一百万 二十万再买台积电 其他八十万买其他的半导体 那台积电不动 其他半导体动就会拉 是这样的概念 好 所以我们来看 有含金量的ETF 包括0052的富邦科技 0050的元大台湾50 00692的富邦公司治理 00881的国泰台湾5G PLUS00850的元大台湾ESG永续 以及00891的中性关键半导体 00900的富邦特选高股息30 那我们由高往低排 富邦科技的含金量是最高57% 元大台湾5049% 富邦公司治理40% 国泰台湾5G31% 元大台湾ESG永续31% 中性关键半导体20% 以及富邦特选高股息是4.72% 那你意思是我们应该来选择下面的 对 我先声明 这些投影公司 我真的版面有限 不是只有这些有啦 有很多有 我只列出来 那我举个例子是这样 其实你要看涨跌幅跟殖利率 含金量越高的 说老实话殖利率就低 因为其实太基电的殖利率并不高 所以我认为现在的重点就是说 你含金量真的不用太高 230%够了 但是没有又不行 对 没有又不行 那这些股票尤其就下面的 他大概都是89块 说老实话 你也比较hold得住 一般的买得起 不然一张70万的台股票 那我们选一档来看一下好不好 好891好了 好来891 00891中性关键半导体 含金量20.69% 一年累计涨了34.5% 现金殖利率4.25%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市值也是181% 好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日K线 对 他也是创高嘛 可是他今天也是拉高 我的意思是说 像这样的ETF 我的建议就是说 很多人都说 我要存股存股 像这个就怎么样 你每个月存一张 或是每个月其实几万块 你就存着 如果大盘震荡的时候 你就把你的资产配置在里面 而且十几块蛮好的 蛮亲民的 对啊为什么 我们一开始讲说 现在募爆 现在募的就怎么样 10块20块 那你有1万块可以买 2万块可以买 又能够拥有台积电 我觉得这个其实 就是怎么样 在这个时间点 你不要说重要台积电 你应该用定期一定的方式 来买这些所谓的ETF 相对来说 你不会miss掉这个行情 好 那我们回到宫格 我们回到宫格来看 我们整理了 日本系列的 日本ETF跟台积电设厂的概念 相关概念股 以及台积电门 就是其他的个股 对 那我们先讲上面 上面这个还是一样 刚才提到了很多的台积电 相关供应的小公司 他都不会在日经而务里面 所以你要少的是中大型股 应该说中小 大中小型的 所以如果我看好日本 对我会看东正指数 我看好台积电 我更看好日本 那我就去买富邦日本 对我觉得是东正指数为主 不是他不好 因为他都是大型股 那相对来说中小型股 我认为比较有机会补涨 那有一个我一直觉得 他跌得很深 在这边彻底的 就是日元 不过他是加杠杆的 我觉得你今年的年终 应该是3月或4月 有可能日本日央就开始开放 升息的动作 这个现在是在打底 所以日本来说 如果你觉得日本的股市 机器太高 日元我觉得有机会 那下面这三个就是 其他的台积电 那大家刚才看到什么 光主义 光照都很重要 那基本上呢 你现在找台积电供应电 我说老实话 全部都在右上角 很少在右下角 所以我挑一些营收有涨 还没动的光照 营收这个月还好6% 其实他还在低档震荡 樊宣他也在高档 中档震荡 但是营收月增12% 年增45% 光阳科做把财 他是做耗财的 也是怎么样 今天在高档震荡 他的营收年增79% 所以这三个台积电的相关供应电概念股 其实是COVA之外 比较偏材料跟产物 没涨到的 那我认为这个时候追高风险比较高 跟台积电相关的 总有一天台积电创高的时候都会轮到他们 大家可以来做留意 有趣了 三个座 充填 还有 仔末 今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